日本新宿被誉为男人的天堂 是日本东京都的都市核心城市之一 这里交通发达,人口密集 许多大型企业总部选择设立在这里 集商业和旅游为一体的繁华都市 有大约3000家各种规模的酒吧,俱乐部,娱乐场所聚集在这里 不过最为出名的还要属歌舞鸡丁 也就是平常所说的红灯区 在日本,他们属于合法正当生意 所以吸引了全世界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同时为新宿带来巨大的商业收入 作为以红灯区著名的城市 这里的美女众多,黑道也不少 最大的黑帮掌管这里的灰色产业链 只有得到他们允许的情况下 下面的人才能开店 为了方便,简称这种店为风尘店 他们主要依靠妹子陪酒和其他一些活动来盈利 当然主要还是靠那种活动 既然风尘店靠妹子赚钱 问题就来了,妹子哪里找 总不能老板亲自上大街 所以就衍生出另外一个职业,星探 他们主要就是在大街上随意和妹子搭讪 看到认为不错的女孩 便尽力去讲解兼职赚钱的工作 呼应妹子接触到风尘店 新宿大街上经常可以看到各种星探 这似乎也成为靓丽的风景线 星探也是有组织,有公司管理的 同时星探公司也要向黑道交保护费 以获取在当地的活动权利 当地有一家比较大的星探公司 名为巴斯特 他们掌握很大一部分女孩资源 也是向黑道交钱最多的组织 这一天,巴斯特干部真虎在大街闲逛 遇到了穷的叮当响的白鸟龙燕 二十多岁的年纪,没有任何技能 整日有手好闲,兜里只有几个钢蹦 连吃顿饱饭都成问题 并且他脾气还不小 不允许别人瞧不起他 因为一件小事就和四五个混合打架 被打的头破血流依旧不服软 也正是他的这股狠劲 让真虎像是发掘到宝一样 挺正而处救下了他 还慷慨地请他吃了一顿大餐 简单向他介绍了星探的工作 由于没有钱 龙燕很高兴地答应了 搞了一身行头便走向了大街 真虎并没有告诉他星探具体是干嘛的 只是让他在大街上和漂亮妹子搭讪 只要对方有兴趣去看一下 其他的事情交给真虎来处理 出入之坛的龙燕显得非常生疏 说话前言不达后语 妹子都不愿意打理他 看到此景真虎亲自上阵师范教学 他才用了惊吓式大餐方法 果然老手就是老手 大餐的妹子基本都会理会他 学习到经验的龙燕立马实验 他居然跪在地上请求妹子理会他 这个办法确实奏效了 女孩简单听过介绍后 被真虎给带走 穿过热门的街区来到家风尘店 女孩并不知道这里是做什么的 在店员的半推之下 莫名就上了贼船 直到此时 真虎才解释星探的真实工作 首先搭讪女孩推荐他们来风尘店 如果成功 她首先可以分到五万日元推荐费 之后女孩所有收入都会有10%归给龙燕 听到这里 龙燕突然感到对不起眼前的女孩子 本以为是正经工作 没想到会是这种 她的心里产生负罪感 认为把女孩推进了火坑 而真虎却告诉她 走在这条街上的人 他们充满了各种欲望 只要赚到了钱 他们可以穿好的 吃好的 尽情的玩乐 星探并不是把他们推进坑里 而是给了他们幸福的人 经过她这么一说 这个行业却成为高尚的了 龙燕也被她的话给忽悠了 瞬间出门干净 杨燕要做出一番事业 殊不知她已经引起一位男子的注意 星探公司也是有等级之分的 最大的是老板 下面有干部 最小的属于龙燕这种普通职员 真虎作为二级管理人员 她有意将龙燕培养成接班人 所以她平常对她很是照顾 她混迹星探行业多年 历练了一种特殊的技能 只要看一眼女孩 就能得到她的大概信息 例如这个 28岁 老家是北方的小城 从身材来看 应该穿了脚型内衣 并且生过孩子 龙燕被她的技能 所彻底折服 在搭讪之前 便得到女孩的信息 聊席天也知道聊些什么话题 女孩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这样龙燕成功的几率更大些 新宿地区 还有另外一家星探公司 名为规格 为首的老板是一个怂包 全靠两名手下 夜山和南秀吉运营 他们两个认识很久 工作能力很强 心机也很重 公司的规模逐步扩大 吃掉很多巴斯特资源 但他们瞒着老板做假账 扣下很多收入 制造了亏损假象 老板不明所以被蒙在鼓里 南秀吉和夜山 有着很庞大的计划 他们的终极目标 吞并整个新宿 产业链不仅仅是星探 维近物品 他们也有参与 是个不折不割的狠人角色 同时他们也要向当地黑道 交保护费 由于他们在维近物品 也有赚钱 所以在世界上 要远比巴斯特富有 给黑道的钱 也会多出两倍 同样是星探公司 保护费差距这么大 令黑道大哥怀疑 巴斯特老板故意少交钱 暗示巴斯特老板 如果下次钱没有对方夺 他们的公司 将会在新宿无法立足 征服也很不解 明明手下这么努力 对方怎么可能 多出来那么多收入 如果按照两倍保护费 公司肯定会拖垮 到最后成为黑道的 赚钱工具而已 既然问题出在对手身上 把问题解决掉 不就没有麻烦了吗 何不将规格 吞并到自己旗下 没有竞争对手 黑道只能妥协 想要吞并对方 并不是难题 听说规格老板 现在很缺钱 只要把他给收买 问题也就能解决了 另一面龙燕 很认真在街头大山 突然他注意到一位 穿和服的妹子 梁子 气质出众 立马吸引到龙燕的注意 两个人像是许久未见的好友 找个酒馆痛快地畅饮起来 他们相谈正欢之际 听到隔壁桌的吵闹声 女孩哭泣着说 男的劈腿 男的不仅没有悔意 还大骂了女孩 看不下去的梁子 伤签阻止 劝说女孩 应该远离这种渣男 会有更好的男孩子 等着他 梁子这番话 颇有些女侠的风范 女孩臭骂了男的 一顿之后离开 男的也不甘示弱 跑步来向梁子炫耀 这只不过是自己 众多女友的其中一个罢了 多一个少一个无所谓而已 龙燕立马抓住对方的衣领 警告他 玩过多少女孩都可以 但总应该让女人感到幸福才对 像他这种混蛋 不配称作男人 龙燕男子气概 让梁子很是欣赏 他坦言 自己并不是路人 而是新宿一家风尘店的妈妈桑 他已经很久没有见过 这么正直的男孩子了 他决定将店里顾客少的妹子 介绍给龙燕 或许在其他店能够活起来呢 不光如此 梁子还亲自照顾了龙燕 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 第二天 真虎带着他去了妈妈桑的店 梁子却假装不认识他 在妹子的解释下 他才知道 梁子也算这条街有名气的人物 只有被他正肯的男人才会得到青睐 距离上次和他亲密接触的男孩子 已经好几年了 龙燕也因为梁子 得到很多妹子的资源 巴斯特吞并计划正式开始行动 在道场混 做事要讲规矩 没有任何理由开战 首先便输了一半 为了引起纠纷 组织将龙燕扔了出去 让他故意在规格地盘撩妹 直接引起对方的不满 一群人把他拖到小巷子里 男秀级貌似和龙燕有什么过节 看到他就充满了怒火 二话不说就打了龙燕一顿 即便他已经倒地不起 男秀级的火气 依旧还是没有消下去 竟然硬生生 摆断他两根手指才罢休 小弟被打只不过是开胃小菜 巴斯特干部官亲自上阵 带着龙燕两个人和对面叫阵 不出测料 他们又被暴打了一顿 这正是计划的一部分 组织的二把手都被打 规格不给启示的话 全面战争将不可避免 规格老板不得不邀请商谈 解决办法 巴斯特老板趁机提出吞并计划 答应可以私下给规格老板三千万 再把龙燕交给他们处理 这样手下也能信服 本可以就此合并成功 谁知龙燕忠心耿耿 誓死跟随巴斯特 在规格老板办公室大吵大闹 砸得到处都是血 逼迫对方原谅了他 关键时刻 真狐带着规格二大家夜山前来 对于合并计划 他并不赞同 规格老板只是名义老板 并没有公司的实际权利 公司所有人都只听命于夜山 只要他一句话 手下会无条件跟随 他同意合并这件事情 而且分文不要 稀里糊涂之下 巴斯特一毛没话收购了对手 两大组织合并 等级关系需要重新划分 巴斯特这边拥有三位干部成员 规格只有夜山是干部 为了公平起见 老板提议再提拔一位干部 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其中 一个月之内 谁能找到最多的女孩 那么就会成为新干部成员 真实目的是想让南修吉上位 和巴斯特形成权利的对峙 南修吉是个心狠手辣 做事没有任何下线的恶人 这天晚上 他巧遇到逃跑的女孩凤铁 冒着雨光着脚 奔跑在小巷子中 他是因为在之前的店里受到压榨 逼不得已选择了出逃 南修吉像天使般出现 阻拦了追击的人 据凤铁所说 他欠下220万日元的债务 为了还债才做的这一行 南修吉推荐有更好店可以做 收入够而且也不累 本以为遇到了天使 其实是恶魔 这家店比原来的还要黑暗 老板不允许女孩有休息时间 如果敢反抗就是一顿暴打 另走时 南修吉嘱咐老板 千万不要让凤铁有休息的时候 往死里压榨 相对比之下 龙燕要善良的很多 他在街头偶遇到女孩种子 女孩主动要求他给介绍工作 说自己很缺钱 要去封城店 龙燕劝说他 做配酒也可以赚不少 没必要年纪兴兴就涉足封城行业 于是将他推荐到一家不错的俱乐部 还嘱咐老板要好好照顾种子 南修吉行踪诡异 身世离奇 为什么对龙燕如此痛恨 让真虎很是不解 他暗中找到私家侦探 开始调查南修吉的身份 为了得到干部的职位 南修吉开始用钱收买巴斯的职员 买下他们所有联系女孩的信息 有钱就是好时 可以为所欲为 这天南修吉专门找到凤蝶 此时他已经身心疲惫 被老板无情压榨 每天只有几个小时休息时间 南修吉前来并不是安慰他 而是带来更大的火坑 违禁物品 凤蝶在地狱中越陷越深 凡是步入封城行业的人 很大一部分是被逼无奈 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着生活的不义 表面看起来乐观开朗的容姿 其实手腕上有很多割腕的伤疤 他曾经尝试自杀过很多次 没有人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做 心中藏着什么秘密 突然的一天 他厌倦这个世界 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从高楼跳下 当龙燕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宣告死亡 昨天还开心的一起抓娃娃 今天便离开人世 龙燕忍不住痛哭起来 悔恨自己 为什么没有早发现异常 或许就可以挽救一条生命 他开始怀疑是因为自己给他介绍工作导致的 每当这个时候 真虎便会鼓励他 让他走上街头 渐渐介绍过的女孩子 确实那些女孩见到龙燕后 非常感激他 脸上充满了笑容 很是开心 因为龙燕介绍工作 他们才能穿名牌 是好的 刚才还痛苦流涕 现在却莫名的开心 复杂的感觉让人摸不着头脑 总之龙燕瞬间恢复了活力 眼角含着泪水 开始新的工作 紧接着他带着一位妹子来到凤蝶所在的店里 此时的凤蝶因为想要休息而遭到暴打 剑辞状 龙燕立马上前阻拦 将混蛋老板打了一顿 凤蝶梦想着童话故事中 善良的王子拯救了被困的公主 带他脱离束缚 自由地奔跑在森林当中 两个人尽情地狂欢 凤蝶脸上露出久违的笑容 眼前的黄发单人 或许就是自己的王子 在龙燕的心里 风尘的女孩不是交易品 他们是普通的女孩子 是个自由的人 即便龙燕不是星探 他也认为 男人理所应当的应该保护女人 如果凤蝶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 包括谈心 龙燕真算得上星探行业的一股清流 他给凤蝶介绍了更好的店 没有暴力 相对和谐自由 另一边 巴斯特干部官怀疑男秀吉和违禁物品有关系 暗中派女友前往调查 果不其然 女孩私下贩卖违禁品 他也得到男秀吉晚上交易的一点 本以为就此可以抓到男秀吉的把柄 没想到对方早就知道他们计划 故意人有关出现 然后将他打得不省人事 连带他的女友双双躺进了医院 巴斯特老板明知道是男秀吉做的 因为没有证据 他也没有任何办法 凤蝶占染了违禁物品 只要断药 他就会痛苦不已 这也正是男秀吉控制女孩的方法 跑得再远 都会因为毒瘾重新返回 龙燕德之后 立马前往解救 正好碰到来办实行的男秀吉 他的手上拎着黑色神秘箱子 龙燕二话不说就抢了过来 他们打斗之际 疯蝶拿刀子捅了店老板 他告诉龙燕让他赶快离开 他的人生已经混乱不堪 他想要重新来过 记得在出狱时劫他 但是不舍龙燕离开了这里 他拿到的手提箱有着重要的秘密 男秀吉一打电话邀请他协商 李扬子也告诉龙燕一个重要消息 私家侦探已经摸清男秀吉的底细 他的真名叫做古武大叔 和龙燕曾经是中学同学 两个人的仇恨还要从年少时说起 当时的龙燕算得上是风云人物 经常带着一帮小弟打架斗殴 而男秀吉明明比他学习好 不知道为什么在一场打斗中 时空用刀子捅了龙燕的好友 发现了过错 真相大白两个人四目相对 男秀吉终于坦言 他当初很是羡慕龙燕 学校的风云人物有一对朋友跟随 而他始终一个人 内心的孤独无法形容 他需要得到关注得到认可 才会选择打倒龙燕为目标 引起大家重视 没想到被他的好友挡了刀 愤怒之下 龙燕很很教训了男秀吉 可回头想想 男秀吉何尝不是个可怜人呢 如果当初他能有个人贪心 有人一起玩 他的青春会更加快乐 他也不会走向白路 可以靠着成绩成为政治的人 长这么大连个朋友都没有 他内心的痛苦又有谁知道呢 龙燕告诉他 以后他们就是朋友了 有任何事情都可以找他 强势的男秀吉 忍不住大哭了起来 两个人多年的仇恨终于化解 他也拥有人生中第一个朋友 幸福的日子总是短暂的 刚刚出门的男秀吉 便被一群人给包围 随着一声呛响 他的人生宣告了结束 是谁痛下了杀手 无从得知 但男秀吉的死 令组织上下都很开心 只有龙燕前去勉怀悼念 再次走上新宿街头 脑中不免开始回忆 最近点点滴滴 黑道 星探 风尘店 妈妈桑 在这个鱼龙混杂 灯光璀璨的街头 人们充斥着各种欲望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已然无法分辨 唯一值得便是 想办法活下去 故事到此圆满结束 本篇名为新宿天国 是一部非常深刻的电影 值得稀奇品味 好了 本期就是这样 持续更新 不见不散